第二十六章 本源至宝 摩沙族分身仔细观察着五彩水池 以及那悬浮着的金球 而同一刻 距离这百亿公里外的一条峡谷中 罗锋正潜伏在峡谷崖壁的一座山洞内 罗锋盘膝而坐 先查查 看这五彩水池和金球到底是什么来头 罗锋意识连接虚拟宇宙 与象山罗锋的庄园 书房内 罗锋正坐在书桌前打开笔记本屏幕 开始迅速查阅 以意识传递将图片直接传入网络 然后进行搜索 人类族群的优势就在这 在遇到危险或者等未知宝物时 可以连接虚拟宇宙进行探寻 当然 也分权限级别 越是神秘质宝的宝物 权限要求就越高 而罗锋自从刀河王之名传遍宇宙 他的权限已经被调得极高 比一些普通宇宙尊者还要更高线 罗锋 罗锋 找到了 罗锋肩膀上巴巴塔莲喊道 恩 罗锋眉头微皱 盯着屏幕随即清静点击开最上面的一则资料 根据图片对照 虚拟宇宙网络已经给出准确答案 五彩水池 名为五彩渊滑 看似是水池 可那只是视觉误导 水池中并非真的水 实质上乃是五条深渊通道 连接宇宙本源之地 将源源不绝的五行本源之力吸纳过来 不断汇聚孕与培育 五彩渊滑聚集之地 一般会诞生出空间之心 晶球 名为空间之心 有五彩渊滑之地 经过无比漫长岁月 才会逐渐形成 成形实为球形 有1081切面 从成形到成体 还需要较长时间 成体过程中 晶球表面会有五行变化 只有完全凝固 晶体稳定 周围空间裂缝全部消失 才是真正成体那一刻 此刻的空间之心 才真正有用 五彩渊滑乃是五条深渊 是宇宙中一种特殊环境 无法转移位置 无法带走 空间之心 则是制造本源质宝的核心材料 本源质宝 罗峰微微一愣 又是一个陌生词汇 质宝 罗峰暗经 能称得上质宝 那就绝对非凡 要知道自己的星辰图 塔珠 是无语义都只是勉强跨入质宝的门槛 像是无语义 算是对宇宙之主而言都没多大用途的 最多是让宇宙尊者们为之痴狂罢了 看来我这次是走大运了 祖神秘境不愧是最神奇的秘境 罗峰暗道 同时立即透过网络开始查阅本源质宝空间之心两个关联词 很快屏幕上出现大量讯息 罗峰立即看下去 本源质宝 指的是本源类质宝 是某一类质宝的统称 宇宙强者一生 只有从戒主跨入不朽那一刻 勾动宇宙本源之地法则之海 才能有那么一次 被宇宙本源之地灌输无尽能量 转换身体为神体 瞬间就拥有了巨额的神力 这样的机会仅仅只有一次 而随着修炼 实力提高 提高的过程中 强者也会意识 勾动宇宙本源之地法则之海 慢慢吸纳能量 这时候的吸纳速度就慢太多了 不过因为实力提高都很慢 很多强者都是百万年 上一年才突破 所以吸纳能量虽然慢 却足够神体不断强大 然而 宇宙强者战斗厮杀 真正的生死厮杀 燃烧神力是常有的 储备亿万年 一旦燃烧了大量神力 比如50%神力 那么想要恢复如此巨额神力 那得极为漫长时间 幸好宇宙中还有大量宝物 可以转化为神力令强者迅速恢复 甚至能令陷入沉睡的神灵苏醒 实力迅速恢复 可在普通不朽阶段 宇宙诸多宝物用途还挺大 可到了宇宙尊者阶段 宇宙尊者神体强横 一旦燃烧损失30% 50%等等 那么想要恢复 所需要的宝物就无比的巨量 是不朽神灵阶段的万倍乃至更高 甚至于宇宙尊者们倾家荡产 都凑不了那么多巨额的宇宙宝物 这仅仅是宇宙尊者 多少能量 到了宇宙之主层次 能够短时间恢复它们实力的宇宙宝物 就太稀少了 而且没几个用得起 对一些宇宙霸主 宇宙之主而言 这时候有一类质宝就无比重要 本源类质宝 本源质宝不是用来防御 不是用来攻击 而是让强者 勾动宇宙本源之地法则之海的 一旦身怀本源质宝 那么引动宇宙本源之地 法则之海的能量 就能快上千倍 万倍 百万倍 至于效率提高 多少完全可这本源质宝的层次高低 这类宝物一律被算入本源质宝行列 因为这类质宝是被宇宙霸主 宇宙之主们重视的 若是身怀一件本源质宝 向宇宙之主受了重伤 神体大损得百万年才能恢复 可有了一件提高吸纳能量 十万倍的本源质宝 那么仅仅十年就恢复 对于宇宙之主那层次 短短十年又是何等的短暂 就算是提高速度千倍的本源质宝 算是低层次了 依旧惹得宇宙霸主们眼红 只要身怀这类质宝 那么战斗时候 平常燃烧个百分之十神体 根本不怕 因为燃烧神体少的话 本来恢复就快 再加上本源质宝辅助 更是能在极短时间内恢复 能让强者有底气的燃烧神力 这类质宝的价值可想而知 然而 制造本源质宝的主材料 却非常罕见 每一件都是宇宙 奇特环境下诞生 且需要漫长岁月才成体 空间之心 空间之心 乃是本源质宝中较为高等的一种材料 属连接空间 法则之海的材料 本源质宝核 本源质宝核心材料 分低等金 木 水 火 土 风 雷电 广巴类 分高等时间 空间 分顶集金 空溶河类 木 空溶河类 等诸多溶河类 以及传说中所有法则都包容的 单单凭借一件空间之心 再配合一些辅助材料 即可炼制一件本源质宝 悬浮山峰内 山腹中 磨砂族分深正盯着那金球 心中嘀咕 本源质宝 一般都是落在宇宙霸主 宇宙之主的手里 一律都算是质宝行列 嘖嘖 而且这空间之心还算是高等的 恐怕它的价值很是惊人啊 怕是不亚于我的事无语义 本源质宝 实力越高者越是需要 因为实力弱的 本来吸纳神力速度就慢 即使提高的千倍 万倍 又能快多少 而像宇宙之主 吸纳神力速度本来就快得可怕 仿佛惊吞般疯狂吞噬 可相对它们无比强横的神体 正常吸纳速度依旧很一般 可有了本源质宝 在它们本来就夸张的速度下 在阵幅千倍万倍乃至更高 对一个族群而言 根本就是肆意地从本源之地 法则之海中抢夺能量啊 嗯 没想到那五彩水池 竟然不是水池 是视觉误导 想要得到点好处都不行 磨砂族分身摇头 宝贝是那惊求空间之心 磨砂族分身看着那被无数空间裂缝环绕 仿佛被裂缝巢巢包裹的精球 上阴阴有透明火焰 阴阴有水流 按照描述 它已然成形 只是还没完全成体 成体后就该完全凝固 空间裂缝全部消失 成体才能拿走 磨砂族分身暗自交集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至于放弃 这可是一件本源质宝的核心材料 只要弄些辅助材料 以其为核心 即可炼制本源质宝 价值怕不亚于事无语义 星辰图 怎可轻易放弃 就在磨砂族分身 在山腹中 既想得到那精球 又不知什么时候 完全成体交集时 在那悬浮山峰下方的湖泊上 错 湖面上凭空出现一道 巍峨身影 这是亦有着巨大蛇尾 人类上半身 头颅却有着三张面孔的 一族强者 他的头颅成三角柱形 三张面孔 以人类的审美观 都算是丑陋邪恶 两条粗壮的 满是鳞片的手臂 正持着一黑色权杖 自从发现 五彩渊华之地 已有三千纪元 最近一纪元 那空间之心 已然成形 这声势明显大了不少 在周围 好几处虚空 都经常产生空间漩涡 已然有好几批传承者 侥幸进来 都被我一一解决 谨慎点 每天都来扫荡一次 杀死一切传承者 不能将消息传出去 谁说绝大部分传承者 就算看到那空间之心 也不认识 可一旦被他们看到 消息传出去 恐怕会引出一些宇宙霸主过来 连护骄兽神都可能过来 毕竟随手即可得到一件本源之宝 谁都会来吧 不过 是我的 他就一定是我的 只要之后炼制了 我的生存能力 战斗实力变大增 燃烧神体也不俊 按照他扫荡规律 事先查看下追行山 然后透过这核心之地的1081个虫洞 分别前往1081处 神力探查一遍 当全部探查一个遍 若是有传承者 直接灭杀 看看我的空间之心 有没有完全成体 持着黑色权杖 这巍峨身影 直接飞向那悬浮追行山 感谢观看